原标题记录晗脱离杨天真 这两名男星成接力吧 其中一位江平梁子逆袭 要说在娱乐圈内那家的经纪人最红 还真要数一新娱乐家的经纪人杨天真了 众所周知 杨天真曾一手捧红过范冰冰 赵又廷 陆寒等大咖 而背后所运用的捧红手段 却令人不敢恭维固定式的找契机炒作 运用各种营销号炒作洗脑 必要时连踩着其他艺人 尚未以此来维持自家艺人的热度 但却不保证艺人的口碑和路人员 比如最近刚脱离杨天真的陆寒 早在回国发展 那会便被杨天真签约为一新娱乐旗下一人 并被列为利捧对象 然而在杨天真的经营下 陆寒虽然火了 但是他的口碑却急速下滑 甚至一度全网黑被不少网友吐槽没实力 靠采别人尚未随着陆寒的离仇 杨天真目前也把利捧对象 转移到签约公司多年 却一直被割在一边的白宇和李线身上 白宇通过在网剧《振回》中的精彩演出 而对受观众喜爱 他凭借在剧中完美地塑造了牙匹神探赵云兰一角 自然而不做作的演技 再加上圈粉的性格 从而收获了一大批小宇宙的胃 也是迅速连升几个级别走红后的他 自然也难逃阳天真 那波黑红式的营销操作 依旧是各种负面炒作 连带着朱一龙一起上各种热搜 开启各种私逼话题 可谓是屡次将白宇送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对此有不少网友对他表示心疼和不满 而出道多年却一直不火的李线 凭借在网剧《和神》中可圈可点的演技 而为人所熟知 他将剧中极神秘 斗笔等多重特性于一生的小和神 表现得淋漓尽致 备受迷美追捧 甚至对于他未能继续出演《和神2》的消息 网友们也是纷纷表示器具 没李线无和神由此可见 他所塑造的小和神 有多深得人心不同于前面的白宇特怒寒 李线的走红则是呈现负面性的 自他走红以来 关于他的性取向 道贴女上司等话 便是接踵而来当然 这还要归功于 他的经纪人杨天真女士如今 李线和当红小花杨子合作的偶像剧 《密之顿鱿鱼》 也将上线从最新曝光的预告中 我们不难发现 李线和杨子两人满屏的CP感剧中 互动尽显甜蜜对此 我们下期再见 李线和杨子一人满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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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线和杨子一人满血